大家好我是Ryan 我現在在舊金山國際機場 為什麼在舊金山國際機場呢 不知道有沒有聽到旁邊有些音樂聲 因為今天是夏威夷航空的787首航 從舊金山到檀香山 所以我今天是來拍一下這個 就是首航的航班 那因為他們首航的航班 所以在現場有一些活動 我們就來看一下現場有哪些活動吧 大家可以看到 現場其實已經還蠻多人的 因為等一下就要開始 就是登機的 然後首航航班嘛 他們就有些活動在裡面 像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旁邊 旁邊這邊 就是有校議員的表演啊 然後這邊還有就是 像餐飲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 Returning to the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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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現場擺了一些花環 我覺得等一下應該交給大家掛的 然後旁邊這邊就是 餐飲的部分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 螢幕上面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螢幕上面有寫的 就是 就是 手航航班 就是手航航班 然後我看到就是手航航班 所以等一下不知道有沒有什麼 歡迎的儀式 對 要開始登機 要開始登機了 因為是手航航班 所以他們還有幫大家準備了 就是夏威夷傳統的花圈幫大家帶 謝謝 謝謝 我非常興奮 太興奮了 太興奮了 新的旅程 謝謝 Thank you 目前第一個印象是這個位置看起來真的很不錯耶 其實我覺得國內線橫角有這麼高檔的座位設計 我是真的還蠻喜歡的 我的位置是2J 第一個位置耶 感覺真的很棒耶 可以看一下 超大的螢幕 現在已經坐在我的2J靠窗的位置上面 剛登機的過程我覺得還蠻棒的 還有這個花圈 其實還蠻喜歡的 我覺得 因為這台飛機 因為剛進來就有感覺 就是非常的新 787 然後所有的硬體設計都是非常的新 包含了它的座位是套房的設計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看硬體的部分有怎麼樣子吧 首先的部分就是超高解析度的螢幕 然後旁邊就是787的標配 就是那個會變色的窗戶 然後他們剛剛上了就是百香果巴樂汁 然後還有這個燈我覺得還蠻喜歡的 旁邊還有新型的就是無線充電的部分 然後這個應該就是收納的 裡面可以放就是像是耳機啊 然後還有個小鏡子 我們再看一下 這是座椅的控制器 我覺得也是蠻明顯的啦 然後在腳步的部分 其實空間算是蠻大的 然後我們再看看座椅的部分 就是座椅的部分 我覺得還蠻新穎的 我是還蠻喜歡這個 它這個新的皮革的設計 它這個條紋啦 就是感覺都還蠻不錯的 然後就像剛剛講的 它是一個拉門 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套房 所以整個 大家可以看到整個機場其實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我們來訪問一下主編好了 看它的感覺是什麼樣子 因為主編就坐在我前面 欸主編 我來訪問你一下 好 你目前覺得它的新硬體怎麼樣 硬體跟我之前搭過卡達 那個7879的那個硬體 看起來差不多 那我覺得有門這個設計算是一個 有門就贏了啦 沒錯沒錯 是一個很大的 improve 那至少硬體so far 現在看起來很好 那我們來看到時候餐點怎麼樣吧 對啊 因為其實我覺得有點麻煩 是從美國的西岸非夏威夷 其實很多的航空公司用的 用的機型都很爛 不但不能躺平 就大板凳 然後可以躺平 我搭過那個 我搭過那個聯合航空的那個777 那個 這是北極星嘛對不對 不是北極 我搭過北極星版本 我也搭過那種類似宿舍版本 就是四個四個四個一排的 然後那個餐點是我吃過最難吃的一次 我寫過體驗文 大家可以在部落格上面找一下 我覺得你不要對美級航空的餐飲這麼苛責啦 就是 就是不期不待 我沒有期待 但是它低於我沒有期待的期待 上次在就是UA那一次我真的嚇到 我吃了一口 漢堡就丟掉了 我真的不行 所以我真的很害怕 我不敢期待太多 然後不要期待不要期待 我們希望蕭毅航空的佔飲會好一點 我自己的硬體的感覺 目前是覺得這個硬體很新 設計的還蠻好 就至少有跟上時代了 不會像是從美國的西安出發到蕭毅都那種大板凳 不好的硬體啦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試試看 然後我們好好來講一下 這一次你是怎麼換到這個位置的 這次我是用那個維珍大西洋航空 就是無論是在我們部落格上或是社團上 或者是我們粉專上 大家都很喜歡的 VIRGIN ATLANTIC兌換到的 然後單程從美西到夏威夷、檀香山 只要4萬點 4萬點的VIRGIN ATLANTIC的里程 所以非常划算 但是前提是你要找得到位置 對 因為我覺得現在 維珍大西洋真的變成是 非常非常棒的就是使用方式 剛剛前面的是SEN嗎 偷拍一下 偷拍一下 SEN是不是 SEN也來拍首行耶 哇 我覺得是SEN耶 我也要去拍一下 你是要跟他合照嗎 你是要跟他合照嗎 我拍他 我拍人 小網紅去找大網紅 可以看他比較好 空服已經把我的餐送來了 我點的是Omolent 看起來還不錯啦 看起來整個狀況還不錯 我們來看一下 其中我很喜歡它這個 大家知道這是什麼嗎 這個是salt and paper 就是胡椒跟鹽巴 超可愛的 好 那現在我們就來吃吃看 麵包 我剛剛還點了一個調酒 上面是鳳梨 應該是鳳梨之家琴酒的調酒 感覺也蠻不錯的 我一直以來都覺得美籍航空的餐飲 就是不期不待就沒有傷害 所以就不要抱著太大的期待 反正就會覺得很好吃 就像現在我覺得 我覺得它這個蛋包裡面 就是弄得還不錯耶 包青菜啊 然後salt and paste 然後裡面還有包香菇啊 其實整個吃起來還蠻清爽蠻棒的 我覺得這一種五個小時的就是 東西岸航線或者是西岸到夏威夷這種航線啊 在餐飲方面當然不能跟我們以往那種 喜歡的就是日系啊 或者還有其航空公司的跨太平洋線來比啦 所以其實就是降低期待就好了 那它整體的狀況我覺得 算是還不錯吃啦 就是以Omlet來講的話還蠻好吃的啦 但是就是選擇上面種類不多 然後就是非常的美式而已 夏威夷航空的這個78735艙啊 是可以全平躺的啊 所以我們現在就把它變成全平躺的床 來試看看啦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會有一個就是 控制器那 控制器很簡單 你只要按下去它就會開始變成就是平躺的座椅了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這是全平躺的椅子 看起來蠻舒適的 現在我們就來鋪床一下 這是要鋪給Randy睡的 要鋪給主編睡的 就是 對 呵呵 謝謝 我們現在在彈槍山國際機場 剛剛搭了787的Hawaiya Air Line 787的商務艙 真的蠻不錯的 Randy 你講一下你的心得 你覺得怎麼樣 我個人覺得就是那個硬體方面 真的比我之前搭過那個Airbus A330的商務艙好太多了 因為它有獨立的門 然後當然雖然兩個都可以平坦 但是它的787的硬體比較新 然後它的那個娛樂系統也比A330 A330是給一個iPad 那787當然它的硬體比較新 那加上那個拉門就多了隱私度 我覺得整體來說我個人Stumb Up 對啊 然後我自己比較喜歡的是他們 我覺得裡面有很多的夏威夷的特色 就像說我們在洗手間可以看到他們放夏威夷的花 所以你就會覺得很有那種療癒感 然後它的燈光 因為我記得我記得看他們的影片的時候 他們的燈光有下很多的心力在上面 他們想有營造就是那種夏威夷的日出啊 然後夏威夷的星塵的那種感覺 所以它上面那種燈光的顏色其實我覺得蠻漂亮的 然後我們座位旁邊那個燈嘛 那整個搭配就是787的那個藍色的玻璃嘛 所以整個其實坐艙內的那種ambiance 我覺得其實是還蠻好的啦 所以這是我還蠻喜歡的 那我們來講一下就是 像這種東西的餐飲你覺得怎麼樣 這個是餐飲我覺得有比我預期 也許是我預期一開始很低 因為我之前其實搭過夏威夷航空的就是 這個其實叫做國內線頭等艙 那只是國際線它才叫商務艙 那我之前搭過就是Airbus A330的那個頭等艙 那我個人覺得那個餐點真的蠻樸 有些人可能覺得OK 可能我當時吃到的我覺得很差 或是不怎麼樣 但是我覺得這一次算是有進步的 就是我是吃那個pancake就是那個鬆餅 然後搭配麵包啊然後水果啊 我覺得有比之前的好 那當然也有比之前其他有搭過美籍航空 像美國航空 聯合航空 或是搭美之類的比起來都來得好很多 我個人覺得就是我算是有超乎我的預期 可能是我預期之前真的太差了 對但是我覺得夏威夷航空 Overall我覺得整體來說算是不差啦 就是未來大家如果想體驗的話是可以考慮的 我覺得餐飲美級航空餐飲就是不期不待 就是不會有傷害啦對不對 然後這種你說這種四五個小時的國內航線 雖然說是對啦已經飛太平洋飛一些了啦 但是他還是算是國內航線啦 我是覺得那個餐飲本來他的 不用太預期的太好啦 不過我倒是覺得他們的飲品蠻好的 他的一些調酒 然後還有他的果汁 他的果汁真的很好喝耶 他有那個就是剛Ryan喝到那個 那個叫瓜吧就是那個巴爾茲 然後他還有Mai Tai就是當地很有名的一種調酒 那我剛剛是兩個都有喝到 我就覺得還蠻特別的 因為你在美級航空 如果你是應該說其他的像是 United 或者是American Airlines 或者是Delta 就是這些三大 通常我記得我印象所及在誰 夏威夷航線應該是沒有給這些東西 這算是夏威夷航空的特色吧 對調酒真的還蠻不錯的 因為我喝你剛講那個Passion Fruit跟Guava 就是百香果跟Guava的果汁 然後我另外喝了一個他的就是 鳳梨的調酒 裡面就是鳳梨加清酒 對真的還蠻好喝的 就是比我想像中的就是好喝蠻多的 對所以整體的體驗我覺得蠻好的啦 推推 對推 我覺得大家可以打打看啦 那不管你是從美西要到夏威夷 或者是你想要從日本到夏威夷 未來七八七應該都會飛這些航線啦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找一下 就是夏威夷航空有飛這幾條航線的七八七 那目前他的航班數並不多啦 所以 因為他收到的價數目前才兩架 所以 輪著飛 對輪著飛 我知道現在目前大概是到 這次大家看到影片的這個時候 就是我們剛出來這個時候 他主要是飛舊金山 之後會飛洛杉磯 然後再之後會飛鳳凰城 那至於國際航線不知道什麼時候 maybe可能明年吧 或者是後年 因為也要看他們接 接星飛機的狀況 波音交際的速度如何 所以可能今年到年底為止 可能都是以就是美西航線為主 對 那所以西南 就是說如果你是住在美國西南部 比如像LA San Francisco 或是Phoenix 這些 的收視朋友們 那也許有機會可以達到這款 新的商務艙 應該這麼多 好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次我們 替大家帶來的 蕭伊航空 七八七首航的Review 那如果大家想跟我們一樣 花更少 飛更好 或者想跟我們一樣 善用信用卡點數留得更舒服的話 一定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同時幫我們頻道推薦給你的親朋好友 那我們下次見啦 大家掰掰 掰掰